接下来我们来学习12.7节数据库函数 在这一节中通过这下面这四个实例来学习数据库函数的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成绩最高的学生成绩 在一个seal中选择文件选项卡 单击打开数学英语哲学总成绩这样一个条件区域 单击确定按钮之后即可计算出这个平均成绩 它计算出的是这个总成绩的这个平均成绩 那么这个和我们之前所学的upgrade函数有什么区别呢 upgrade函数是直接计算出这些数据的平均成绩 而这个不是计算出平均成绩 是计算出总最大值 这些成绩中的最大值 最大值和那个之前下方列出的这个最大值 这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dmax是表示的是符合这些条件的这个最大值 在下方会加入的这个条件 比如计算数数学这个最大值 我们就可以更改这个 它的范围为 它的列为第二列 它这个条件为 a16到b17 单击输入按钮 它就会计算出数学 所有数学成绩中的最大值 这个dmax计算的最大值 是要求我们来选择条件 根据条件来统计出所选的最大值 下面再来看一下计算员工的总销售量 我们在一个sell中选择文件 打开 打开随书光盘中的 dxam这样一个工作簿单击打开 我们要计算出它的总员工的总销量 我们在这个销售量中 计算出性别为难的 性别为难的这个员工的总销售总量 我们可以使用dxam函数来进行计算 在这个单元格中 单击插入函数 选择数据库类别中的dxam 这第三个函数是求满足给定条件中 数据库中的记录的自断数据的核 单击确定按钮 同样这个函数是需要我们选择条件 跟它是根据条件来计算出所选区域中的符合条件值的 值的核 在这个database文明框中 单击 然后选择 A1到C8这个区域 在Field 这是一个列标签 由于我们要计算出销售量 所以这个列为第三列 在这个文明框中 是符合是指定条件的那个区域 也就是 计算男员工销售的总量 这样一个条件 这样条件选择A10到C11 他会选择 姓名 性别为男的 他来计算他的总销量 要单击确定按钮之后 即可计算出性别为男的 这员工的总销量 那所有员工的总销量